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让我们请出这个 吴晓鑫 朗诵 下 三下 终于切到主题了 大家好 我这首是自创原创作 不是自创原创作 这首下 作者江家 一诗沉露 似光阴如火 突如其来的班如降落 嘈杂繁路的尘土 却有棵梧桐树 片刻的宁静 纵迷的屠物 棚中印着翻滚的抹射 是来自湖底深处的沼泽 波光灵灵 玉金蒙 成立着一只小小乌鲸 悄悄地一闪而过 如玉束手 千千指尖 奸然一笑 柔弱无骨的撕裂 勾勒出了故乡的青涩 墓上半疲山川 雨霞 徐徐为风 披营青春中歌唱着 又是一年剩下的你和我 在一星期之前呢 我们还没有这首诗 上个星期呢 我去那个San Francisco 跟我那个儿子过他的生日 然后呢 我们参加在饭店吃饭呢 就见到这个诗的作者 他正好是我的一个远房的亲戚 他把他以前写过的几首诗给我看了一下 我后来就想 诶 要不然请他来写一首 然后我跟他讲 我说我们呢有一个学设 说一个主题叫做夏天喝茶 然后我过了十几分钟 他说我刚刚给你做了一首 这就是他做的那些事 他写的情景呢 基本上也就是 夏天很炎热 像那个丹炉一样 然后呢 在梧桐树下 喝茶 这样一个情景 当然也会有 看到那个茶杯里面的东西了 还有你这个叫做什么 千千指尖如玉束手 端茶杯 那种美好的那种感觉 如此 茶艺 这就是我愿意给大家分享 谢谢 夏天里面你喝茶 哈哈哈